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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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商所全力支持的决战大数据》 大家今天就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很出奇 但其实我身边有个partner,我们就在这里欢迎 我们的主持娜姐 大家好,我是新一季的《决战大数据》记者及主持Nina 今天逢星期二开始,和Rain一起做《决战大数据》的节目 娜姐,就是今天初出茅路 其实今天有不同的任务想和大家说 第一,就是什么呢? 因为新一期,大家可能会看到我和娜姐拍 第二,就是说新一季,想和大家更加共同语言 就是说什么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分析过,或者说过 可能我们说的东西有点深 因为我们经常说图表的分析 或者数据 所以可能我们以后节目的时间 其实就开始会改改改内容 一开始的时间段,就是说一些新闻 或者就是教学意味的一些重一点的内容 可能今天的主题就是说趋势多的 就是有一些什么买入的准则 我们一定要去跟随的呢? 一样东西我觉得大家去认识了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免却了很多股票 其实你就不应该去认识了 你自己已经自动筛选了一堆出来 就不应该去认识了 那就算了,就立刻省下时间 不要看它 那我们就要看一堆 我们稍后会讲的内容里面 叫做股票啊,板块啊,的性质 这样进入就会好 那首先就先说一下,娜姐 那其实就怎么样了? 那你就可能是第一次做,是不是? 就是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大家听一下 是的,或者今天的flow你会是想怎么样了? 那不如一开始,刚才你也说 新一季的节目就想多一些教学给大家 那我知道今天你也准备了一些投资 在你的学派里面的投资秘诀 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如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吧 好,没错 那首先想去看我的电脑先 那可以看一篇新闻的 那就是昨天,其实也不是昨天 就是上星期五 阿里巴巴被中国制裁了 就是要罚款182亿人民币 那这样就,其实娜姐 知不知道这篇新闻是大概说什么的? 都知道,其实阿里巴巴的确是被监管的部门 对于一些监管上有很多的限制 市场解读就说这个新闻 已经是对于阿里巴巴来说 好像是一个最后的处罚 一切已经明朗化 就算今天有些消息都说 阿里巴巴旗下的买金服 都再度给一些监管机构约谈 但是好像都不是说 市场的股价上反映 又不是说真的有那么大的压力 而且是不跌反升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你的角度会怎么解释呢? 因为Aleena刚才说了几个点是很好的 第一就是她加入了一些 就是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新闻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客观的事实 就是可能是中国就是阿里巴巴的钱 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判断 但是中间我们通常就会给一些分析进去 就是刚才Aleena都有说 就是说可能这个是最后阶段 所以其实阿里巴巴是明朗化了 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 可能就是经过了星期一 那只巴巴或者其他的新闻一出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主观分析或者判断来的 但是直接的新闻去看看 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一篇新闻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理论上这应该是坏消息 罚钱 没错 这样就想和大家逐一部分去想一件事 罚钱 其实对公司来说一定是影响了企业盈利 可能就是你中间之后面那堆东西 可能就是说 那他罚钱其实是很不少的 就是很少的 人家的市值大概是五万多亿 那你现在才罚到八二亿 其实你占不到1% 那算了些什么钱 但是这些就变成了我们后期分析了 但是我想说单独分析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想 其实这些是坏消息 那我都看很多不同的报道 或者我自己主观意识 都会直接看新闻的时候 我都会以为下个 就是昨天 星期一的时候 一开市的时候 应该是低开的 应该裂口低开 但是呢 咦? 出到来的时候 他反而裂口高开 是啊 没错 就是令人有一些意外 这样有此料不及 那去到收市的时候还要升6% 那我还是觉得一些什么呢 就是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可能市场那些人 会立刻找原因的 喂不是罚钱的吗 反而你升给我看的 那不如以后我赚钱回去跌吧 是吧 就是你没有理由这样去反向 逆向去想法的嘛 那中间有些报道都会指出 就是说 喂不是啊 那个Alibaba应该就坏消息出进了 所以他升 那样 其实呢 如果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如果我是一个初歌 或者新手的投资者来说 我会第一样有个反应就是什么呢 就好像这个Minions那样了 喂你玩完了 对不对 又怎样都可以说得通的 对你怎样都可以说得通 对 这件事就是我觉得 可能初学 或者就是被接触过股票市场 一段时间的那些朋友仔 都会常去想的 喂明明好消息 然后它跌 就是可能是一些业绩好 好消息出货 就是三四月的时候 一些业绩的高峰期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不奇的了 对这件事的发生 但是就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喂那其实明明是好消息来的 对不对 就是客观的判断来说 它的好消息在赚钱 盈利好 或者就是有政策支持 但是它都可以跌的 是的 所以其实在我的操作 或者我的学派来说 是看新闻 不如看价格 是的 因为我那个叫做大潜设是什么呢 这些新闻 就是这个世界 种种不同的消息 可能是宏观也好 微观也好 其实它里面那些新闻 全部是内化了一支BAR里面的 就是我们在说那些主观的分析 的意愿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不看好它 市场的大部分的资金 应该这么说 不看好它 那它怎样涌入这些公司 你不涌入这些公司 那它怎样升呢 那不会的 就是我们看那些大利士基 BASPON 那明明可能是说 你不看好它的 但它反而那些资金 是立刻流走的 是没理由的 其实如果你去到最还原基本部的盘来说 其实就是说 价格其实就已经反映了 它一些消息面 或者就是新闻面的一切 那所以 其实是我的判断来说 新闻看不看呢 其实有时都会看 就是当是一个客观性的判断 就是要知道 其实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 可不可以跟随这些新闻 而出入市 其实是绝对不可以的 就是我自己的判断 所以其实可能由今集开始 大家都可能如果相信的 就是要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们永远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价格先行 价格就是反映一切的 那它要升的时候 就是升 它就行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如果它要跌的时候 就是会行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待会再给多一点 再深入一点的定义给大家 那其实当我们就有了这样的 叫做大前折的底下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 Lina 你之前好像也有买个股票 你好像昨天都跟我说 有的有的 正股就比较多 正股的 就是option这些 暂时就没有太多接触过 那阿里巴巴呢 我也是有少少的 少少的 或者先问Lina 那你其实是怎么去入市的 可能是在说 你是会因应这些什么的准质 而去买一间公司 或者是怎么去做一个部署 其实当我买股票的时候 很多时候跟一般的散户都是一样 是 在youtube先看一些影片 看一些股票 最近看一些股票 推介一下什么股票 因为每天太多股票上市 每天都 我们一定要找一些 重点的股份 去盖一会儿 看盖了那些股份 之后 也要看看他 这一排的股价走势 如何 学一些专家说 都要看一些 比较低位买入 大家都想捞底 不想在一些 比较成本高的时间 去买入一些股票 所以如果我买股票的时候 第一 我看股评人 或者看股票 股票节目 你就可以看看最近 哪些股票是当炒 因为你有个势 有个气氛 他都会炒上 另一方面 就是自己讨论一下 基本面 然后再找低些的买入价 去买入 没错 刚才Lina也说了好几样东西 也是一个重点 可能就是你听人说 哪些数码数码 是找一个灵感的来源 没错 但是最后也要判断 那一小 但是我看到 大众的思维是怎样的 这样就看回这里 就会看到 我的那个叫做PowerPoint 又反映了两边 第一 就是其实我很多的朋友 都会私底下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发觉到些什么 大家都很着眼于看基本面 之后 他就会想一样东西 这些阿里巴巴 腾讯 或者美团 刚才我看到留言区 都有些朋友问 很便宜 其实不如越便宜越买 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Lina有没有这些心理关卡 有的有的 有的 买了便宜些 再扣扣它 没错 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 一个这样的做法 不是一个好的部署 或者一个合理的部署 好没有 其实我自己觉得 一些这样的心理的关卡 你越便宜越买 股票越划越划 这些想法是有违一句话 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是曹云超说的 二估的投资者 有智慧不如趁势 是 趋势投资 趋势投资的根源 其实这件事也影响得我很深 如果大家看完我一集 明了我一些思维或者原因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之后跟我去做那些部署 那立刻可以说回 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么久就是说什么呢 你想想 如果都是在看直播的朋友 如果看到我们一些投票分析的时候 可能就是现时的 这一刻的阿里巴巴也好 腾上也好 其实它都是在走红色这个状态 它不断地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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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幻想你哪们是想象的 它想象你是壳了之后 因为什么它抵扣 太便宜了 然后很奇跡性地上升回 因为相信它的股票 本身后面有一些基本盈利或者利润支持着 它之后会升回的 这一件事是一个理论性来说 其实是绝对正确 但是我们去操作上面来说 其实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 去想捞底呢 因为我们现实性来说 我们可以看下面的幅图 通常你越捞的时候 这样就会捞越底的 因为二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市场的惯性 它根本就是不断行一个下跌的趋势 稍后再说什么叫下跌的趋势 但是我就是想说一样东西 如果大家都是现场的观众 以后看到这些股票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打算捞底 不要打算捞底 那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越捞就越底了 因为一样就这样滑了下去 通常都是这样 因为这一样东西就变成价格的 momentum或者趋势 我们经常说是顺势而为 它不断跌跌跌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做跌 而不是做升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去做的时候 通常都不会捞到底的 老实地说 那以来就是什么呢 如果本身是想着分开 举着资金去捞底的时候 可能这里捞住 这里捞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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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看到我们的平均成本 是越来越便宜的而且确 但是都会因应着那个价格 不断去创新低的时候 令到我们的账面亏损越来越大 而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反人性的 因为我们的人性是什么呢 看到那样东西升的时候 你个人会开心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交易 可以要去到日常生活之中的想法了 我们交易要开心的时候 那我们才会积极 或者才会在一个 可以没有一个恐惧的状态 进行一个分析或者想法 如果其实你不断去做反人性的东西的时候 那就是变成自己的心理不会舒服 而来当你越捞越底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的底是哪里的 你根本就输了一些金钱的时间成本 这些都要给大家去深思的 所以其实我就是说 都是应该在上升的势头去买东西 这一件事其实不是在股市上引证的 而是在说什么呢 楼市上面都是应该要 就是任何资产类跌 可能你说比特币、蝡币或者买楼也好 其实都是应该要引证这一件事去做的 那可能就 如果我们看回这幅图 就是说中原的CCL 今集不是想说楼 但是想拿一个例子 来表达给大家听 可能我们大家都年轻 没有自然的机会 但是在97之前 即03年 每个人都会听到的 我想身边我们也有朋友 就是很厉害的 卖了楼 是不是 之后现在就费费了 是不是 就是发费了 我猜大家朋友都会知道这些东西 真的因为你生生的 有一些朋友出现了 是不是 那你就知道 其实买楼是好的 但是我们这样 拿回这些实例去分析 那很多人都说 如果时光倒流的时候 那当然是 鬼不知在03年 SARS的时候 就买了 那些是最低位的 03年 然后就立刻冲了上去 那我想分析一件事 但是其实 你有没有想过 03年之前那班人是怎样的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 03年那班人最后是怎样的 就是之前那班人 就是97年至03年 之前那班人是怎样的 就是买楼的话 应该很低位买到 是吧 很低位买到 其实就是怎样呢 03年之前那堆 其实全部变成负资产 是吗 就是07年买落 07年买落 我以为了 03年如果我真的入了市 那现在真的 真的赚到 是 就是如果你03年 hold到这家 是我们整个stronghold 那我们看这个中元零星指数 立刻升个三倍 三倍 那可能以前拿了200万 300万 那你现在就成千万 其实都有 但是呢 如果呢 我想说同一样资产 同一样资产 是房子的 就是物业的 那你在97年 去到03年那一刻 就完全不同的说法 你会看到那些人 因为那些人 会因为房子 而破产 或者就是做负资产 或者就是 供楼供到很辛苦 那你就可能 要懂得疑问 为什麽是同一个 资产的情况之下 会有那麽不同呢 那两个的情况出现呢 这样 那这就要懂得去想 因为呢 其实呢 都是跟回刚才那句 而已 因为我们03年之后 已经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你应该反过去想的时候 就是什麽呢 那通常最发达的人呢 不是03年买那堆 而是在03年之后 不断买那堆 就是你可能每一年 就买一个物业 你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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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03年开始才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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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些什么呢 谁知道03美元是最低位吗 对 怎样才可以知道自己是一个 up trend还是down trend 对 没错 反而反过来就是 我先说几个想法 其实就是我们不需要追求最低位的 第一就是有一个想法 因为它什么时候是最低位呢 就是往往发生了其他高位的时候 我们往后看才是最低位 那既然我们根本就判断不了 现时一刻是不是最低位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强扣 永远就不要估计 当它发生了那样东西 我们先知先后知后觉地去认知它就可以了 好 我们见到最低位了 那我们那时候先去买 这就没问题了 因为最低位已经发生了 理论上不会再出现更低位 第二就是 像Lina所说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 它是一个up trend和down trend 这里就是第二个教学 这个其实都是我经常在这个节目那里 经常说这些英文 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见到一个initial low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低位 第一个低位 之后再出现第二个高位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判断 它之后那个低位 可不可以高过前一个低位 如果可以的 这样就形成了最新的high low 但是还没去确认到 它是真的行一个上升的势头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等 等些什么呢 就是等那个价格 可以成功去成功突破到 它前面这个叫做initial high 就是第一个高位 那就变成了新一个high high 就是当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法则 如果出现high low 完之后再high high 这样就有机会行一个上升的趋势 它不断创历史新高的 对不对 那其实你买在最高位都好 其实只要它再创新高 那你都会赢到钱 对不对 就是这件事情很同意的 对不对 那就变成了 我们就是在说 你只要是顺势的时候 买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反正它怎么都升的 就是我们怎么都赚钱 那就是可不可以 在一个漂亮一点的位置去买入 这个就是变成了在其他话题 就是之后在其他的杂数 去讲解 但是希望大家一看完 可能是短短的十几二十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要懂得认知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我们永远 什么叫顺势而行 就是看到high low完之后 再在high high那里confirm 那当出现了这样的模式的时候 就是说 上升的趋势 有机会运行 这样我们就是买升 对不对 那如果是说 这个顺势 顺势而行的时候 这个顺势可以是顺下势的 下跌的势头 是 没错 那其实就是反过来 就是变成了 我们本身有个initial high完之后 再有个initial low 那你上完去 这个价格 这个反弹完 那你穿不到这个initial high 之后就直落 破坏了这个initial low的时候 就是打了一个low low 那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了 下跌的趋势了 是强一点的 那这一件事呢 其实可以直接用了 一会儿 很简单 就直接用了 一会儿 所以 一些思维的情况 大家就记住它 如果大家是伸手的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是背了它 或者就是 就是你贴着nabel 在自己的电脑桌上 就是永远都是一个顺势而行 就是我们买股票 是升才赢到钱的时候 那你就买再上升的趋势 不要买一些下跌的趋势 永远都是不要急于 在一个最低点的入场 就是当你有这个思维 改变的时候 你就会等待了 等待刚才说的high low 再high high 那就变成零买当头 我看到上升趋势了 开端了 那我先去买 要不然就不要买 打死也不要买 因为上升的趋势 未出现给你 我们不要估它 trade what you see 那以来是什么呢 那记住 行一个上升趋势的时候 它通常就是运行 是一个月 两个月 或者三个月 或者更长的时间 那当它的时间越久的时候 那我们这些上升的趋势 是这么大层级的力量 去制造它出来的时候 那你是很难用一两天 就打破这个这么大型的趋势 那所以当上升的趋势 出现了的时候 我们倾向都是看上升的 那所以其实就是 又因应回刚才那些道理 永远都是顺势而行 或者就是交货也好 其实你向上交 不要向下交 因为越向下交的时候 很大机会就变成这样 越南越闹 如果真是down trend 的时间 就可能是用一些反向的操作 例如是用一些put的方法 如果是跌市的时候 就用那些方法 你买正股的时候 当然是看看自己在 顺势的时候 在哪个位置做一个部署 对不对 这么快应该说到put 都可以的 但是这个是后话 因为其实股票背后 尤其是实质股也好 可能是艾巴巴 腾讯那些 可能大家都常会问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的潜台词 它们预计了 它会长升 对不对 但是长升的时间段 是可以很长的 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你买在最高点的时候 那你都一定会赚的 但是你可能要捱在一年两年三年 那这件事 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交易者的时候 要这样做呢 那这个是第二个话题 是的 所以那其实就很快速地 拿回一位愿场观众 刚才说的叫做number 去说一说 是 那首先就是3690 就是美团 对不对 今天好像有些消息 是什么消息 是什么消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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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好像在我们五市新战线的节目上面 也有提及过 就是它有一些市场消息 因为见它午后的股价 都好像是下了下来 应该是有些原因 或者有些谣言 市传它是准备赔股的 但当然那个价格上 那些就未定案的 但是现在似乎它 就是看它午市 或者是临近收市的时间 都跌得很急 就是如果从图表上 因为刚才你也有说过 就是有时就不太需要看新闻 来到去做trade 就是你的那套就是用图表 那如果你现在看这个图表来看 你觉得美团在这个时间 是否值得入手 还是要踩一忍 出了个low 露了 露了吗 其实不用我说的 大家看就可以了 看这段 就是最新的一段浪 如果大家对音阳祖的pattern 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我建议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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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线形图 这个线形图 就像我刚才 这一堆 是吧 只是一条线 走来走去 我们从最高位那里看 它是怎么走呢 它真的是这个 叫做initial high 这里就是initial high 这里就是initial low 然后它打了上去 它会否破坏到这里 破坏不到 对的 破坏不到 然后它就直下 破坏了我们刚才的initial low 这里就变成了一个initial low 那往后的发展呢 你看到它本身 这里是有些反弹的势头的 上去 但是 它仍然是未出现一个initial low 给我们 是吧 不是 high high 所以我们就不能去看好住 因为那个价格就是先行 反映一切的 是不是我们经常说的 未穿前顶 是吧 没错 所以其实这句话 听又好像 不认识那些朋友 听又好像很含糊 是 但是你明白了 后面的原理的时候 其实这句话很厉害的 你未穿前顶的时候 就不要搞它了 是 因为它还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嗯 可能即使呢 可能这几天反弹也好 这一两个礼拜 那你都看到 其实它都是未穿的 你去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说的是 是230 320多元 是 它都未穿前顶 330多元 是 所以其实就不用想了 它直下 直下 那其实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下跌的趋势 如果呢 以效率来说呢 就是说买了一个 顺势二位的行动的时候呢 我们永远不知道的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是跌停 的而且确是可以有些方法 就是用一些支持阻力的位置 去想回 其实去到那里的时候 是一个大阻力区 那会跌停的了 嗯 那的确是有的 那但是 其实 你不用买 刚才我都说过了 不用买在最低位的 是 那如果你真的要问的时候 那很简单 你真的穿了这个前顶 前顶 跟着之后 打个high low 给你 不要穿这个 叫做 以前 即现时一刻最近的低位 跟着再上回去 那你就会变成high high 是 那情况之下 那其实你就可以买了 才是一个买入的信 才是一个买入的趋势 才是一个买入的趋势 就是比较稳定的买入的信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 好吗 那所以 其实大家如果读者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想法 其实你已经自己可以自己判断到 有什么公司是可以买 有什么公司是不应该去想的 行不行 就是这么简单 那所以 那我想就以下来 就跳一跳个flow 先 好 就是讲一下恒生指数 最新的想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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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s 好 反而反过来的操作可能是在这些位置 如果真是再re-test一次200元给我 之后再下回去的时候 这里变双顶了 然后就有机会去破坏之前这两个箱底 然后就这样下 但是它未出现 其实偏向是看这个 或者就是它落到这些底部的情况之下 不断横行 都有机会的 所以在我者的想法来说是什么呢 在恒生指数的角度来说 其实仍然是偏向是未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应该是说是横行向淡一点的 除非是穿291 或者是大层级来说 至少是穿295 295就正式破坏刚才 我们那个线形图的level 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应该都希望 如果未认识图表操作的时候 我想这一集都很简单 很直白地跟大家去说了一些交易的准则 顺势以限 这样就很容易去做上去 好吗 二来 其实我知道Lina很有心思 她就找回我们之前的一些片段来看 想和我做一些review 我们应该先review哪一款 对上一次呢 其实见到Rain做节目的时候 在三月底的时间 当时Rain都和我们分析了几个比较重磅的科网 其中有一只 我看到Google好像也有点贴中了 你会不会说一下这只 可以review一下 或者这只股票可不可以用回你刚才说的东西 是否用那个图表分析 就帮助我们有个获利的机会 没错 没错 我记得如果大家就 就像Lina那样有心的时候 可以查回上两个礼拜 那个《缺战大数据》的节目出来 我有说过 因为那时候是 纳指三个人突破了 那些科技股应该可以向上了 那时候说了Google 我记得那时候说的都是在这里 就是这些情况 就是后面那堆事情是没发生的 那纯粹呢 我们刚才用回刚才那个 的顺势而行的操作 那很明显 hi-lo-hi-lo-hi-lo-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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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不断是这样 是不断是这样 并晨熟 那去到这一堆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患痕 而已 是吧 刚才也说过一句 你还行 你打破了市场惯性 你打破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向上突破部署 之后大家都会知道 美股这段时间做得很好 是吧 这样就会有一些情况就发生了 就是突破了 成功突破了这个长方形的关口 这里其实就是再讲深一点的法则 如果大家看这堆东西是一个奇形来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可以计算一些图表 上面的量度升幅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如果这个还行的奇形或者长方形 它运行的时间越长的时候 它一爆发突破上去的时候 它力量是越强的 当时我们也有做一个操作 好像是二四 二五 还是二二几 忘记了了 就是做一个call的部署 就是call的部署 都连了 那时候也是讲这些位置 当它再上去的时候 就直线地破了二四 还是二五 我那时候也是讲这些位置 就是这样的操作 所以其实就是 为什么它这样想呢 就是因为市况要升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都是找一些 就是比市况更强的股票 这样去做操作就对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黄金的定律 或者法则来的 主要都是看下有没有一些突破的点 如果一有突破的那一支 譬如刚才Google 都还行了一段时间 但是看到它如果早前的时候 出了一两支的大洋竹 就是我很笼统地说 那就是出了这个 有点点比较是确讯买入的讯号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可以可以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没有什么高深我插入那些技巧 就是我们都是顺势而为 之后它突破了之前的阻力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支持 我们就是可以量度升幅的时候 之后就拿出你的信念 就拿它上去 就真的这么简单 我很多的交易 就是IG这里 其实今天都有讲一个 九龙仓 我是由这个 九龙仓今天好像升得挺厉害的 九龙仓置业还是什么 四号仔 四号仔 我是3月5号那一刻入 我记得 3月5号还是3月6号 这个也有一点像突破横行区 今天 只是今天 那时候 3月10号的时候 就是可能我们拿回这些阻力 这样去插走它 你就可以看了 其实它现在就变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然后之后 它这里是在打一个长方形 是 它一突破 入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之后 缓口的时间 不看replay 就上去到这里 是 然后就碰到我们一些周线图的大位 其实就 derrière St tired 就这么简单 你看到 可能图表的操作 就是咱。。。 就是证图 其实是 大多数 透过⁉了 endo sell 就变成了2-3倍 2-3倍 这样可以再做 所以其实希望大家就明白 一些这么简单的做法 为什么要看图 就是看我们刚才讲到的市场的结构 是不是容量这么压力 如果是的 市况是有强劲的 那就可以做性 就会这么简单 应该都需要时间再重灌 还有多看一些图表 大家找一些图表出来再练习一下 应清一些高和低的讯号 本来我也是打算说一些数字的 但我看今天的反应好像很好 有些数字也想问一下 你会想先回答问题 先回答问题 好 回答问题先 黄金USD 是的 现在已经画了出来 这里又是刚才提到市场惯性的问题 即是规律问题 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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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线图的角度 周线图也是很多日线图变成 然后再看看 线形图 都是这样的 大家照着我们刚才分析的方法 照着书本这样 练一练 练一练 它是未打破过这个惯性 直到前两天 大家都会看到3月31日的时候 它先打了一个双底 去做一个确认 有机会跌停了 有机会跌停了 接着 糟了 我重新画一个词 它有机会跌停 但是你先买了 刚才就是说那句 可不可以做一个高低下 和高低下 你当这里 其实是一个双底 它上去的时候 这样 这里可以画一些trend line 看可否删出发质 这是正式破trend line 这里量度 如果这里是高低下 然后再下去 下去 再上去的时候 黄金就有机会可以走回上升的部署 黄金可以走回上升的部署 我刚才就是说了 其實是否要等到突破才去買呢 其實是未必的 大家可以看一些小一點time frame的位置 這樣去做一些介入 或者找一些漂亮的位置去搏去升 我直線這樣看 畫一些支持作律 這裡大家抽象一點去看的時候 這裡是一個頂頂 剛才也說了 頭頂頂是有量度的跌幅 嗯 不好意思 用慣部電腦 那就是等 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把上面這個關口 然後推下來這裡 你就可以把這條線拍 這是目標 如果真的穿頂線 不然會穿掉了 穿掉了 應該看跌了 因為這一段也好 是一個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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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直接穿了 其實應該要向下做部署 向淡 向淡 多 那你的目標可以在哪裡呢 這裏 那這裏就是剛才這個頭肩頂 量度的跌幅 然後你就可以找回這條線 其實會不會在支上或者後面會有一些間距 一些位置呢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我們都是拿回頭肩 這個 618 那就是黃金比率 那 因為金有匯呢 就通常看這些位置 那無毒有藕 大概這些位置 1708 那這些位置 其實你就可以向旁邊拉 就看看會不會是一些重要的關卡以前的位置 是的 其實又不是很大的 是的 你對啦 就變成了 這個是一個 即是如果你要去沽的時候 那這個是一個 下跌的目標 In case 它真的向上突破 這個變成一個假突破 那你就會設定自己的算 就放回前高那裏 前高那裏 那你這樣 你這樣懂得去拉的時候 那個Risk and Reward Result 可以很吸引 可以很吸引 這樣 是的 黃金其實 這個世界所有的資產 都是這樣分析 即是都是 一浪高一浪 是的 一浪高一浪 那原來英文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hi low加hi hi hi 好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 那再來 再說幾隻 好啊 我見到有些朋友 問了一隻海豐國際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都有兩位朋友 308 是的 本身很強勢 但是今天就好像轉勢 會不會是已經有一些 下行的訊號出來了 是的 那還沒確認到的 我們看到 有初期而已 那一堆本身就是一個hi 非常漂亮 那個圖 是的 你都看到 即是認識分漂亮嗎 哈哈 要認識分的 是的 一直向上 這樣你可以畫一些 叫做trend line 之後再說 其實轉勢 我們升到盡頭便是跌 跌到盡頭便是升 所以中間 其實一定是 有一些叫做轉勢的法則 我們可以去想 可以去遵守 這些有後話 遲些再說 嗯 那這幅圖其實是要小心的 那因為去到一些歷史身高的位置 它這樣跌下來 那我不會偏向 即是我偏向不會看它直跌的 而是說一些什麼呢 我會偏向它去看 是橫行 是 會不會製造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雙頂 雙頂 或者的Low High Low High Low High 然後我們再穿頸線的時候 這樣就看跌的了 那那些項線在哪呢 你會看到 其實就是23元那些位置 是以前的支持和阻力的互換 嗯 那如果穿了這裏 其實你就可以當它是一個項線的位置 如果穿了這裏 那其實就要正式去向跌 或者其實都幾多人 在上面都被人困住了 嗯 那些鞋貨區 被人困住了 那你都有其實就應該要自洩的了 你穿了23元 所以其實通常都是想 就是哪些位置 那些人就是 放了一些stop loss盤在那裏 那當一碰到的時候 那每個人都會沽 一沽的時候 就變成了向下的動力 這樣沽走它 是的 那但是剛才都說 它這裏 下了它而已 但是它破壞了 剛才我說的Low High 和Hi High 沒有呢 哇 這個是問我 哈哈 不要緊 就是慢慢來 應該就是未 是的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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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 是 有加 是 這個 縱形 就是 活用 活用 很灵活 作倉 但是 分析 也是 就是 是 逆 逆 逆 白 其实也好看自己的注码本身有多少 如果本身自己重货的话 其实都真的可以考虑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减少少先 然后再一边观望一下 因为我也是看这里是横行多的 一横行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升的 它可以偷你几个星期一个月的 那你的资金考虑就是低弱 所以它就是说想看图 看不看得到是什么情况 那就是说了 就是看横行多 因为它这样大插下来 那有机会 这个顶应该理论上都很难打穿 打爆上去的 就是很少急升急跌的 就是急跌急升 就是之前的图形是升得这么稳定的时候 那再观望 要看着前面的低位 再看一看看能不能穿到前底 我们才再确认一下是否一个下行的趋势 海峰就 好了 看下一个你会想说哪一个 说一下小米 好啊 阿卡的外股 小米 小米最近 其实都 我们这样拆了火 我看到有些朋友在同一页 其实又不是拆火的 大家都知道 其实分开了 专注一些大家说自己专长的东西 对 大家都看到那个cover 都是叫做缺战带数据 对 都是同一个节目 也是同一个节目 增加了集数 一集我一集是他 其实想多些时间和朋友去聊天 对 没错 今天也挺好 我可以说到一些东西 之余又可以 怎样说呢 跟大家去看一张图 和回答更多观众的问题 对 说回1801 又是那个很沉气的说话 我今次连接 这个是Iniso 四拖听不到他说什么 1801 1 刚才说了那个stock code 不好意思 对 小米小米 180 我们尝试运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今次没有不停重复实践你的 很简单 看完这集就应该很纯熟 就立即可以辨识到所有的高低位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低低 我刚才说了,这些全部都是客观的事实 你不要跟我说主观,因为它真的这样走出来 是,傻句 然后这个就是低低低 是这样的,它这样是Z形的下跌下去 它之前没破坏到这些顶顶,顶顶,没破坏到 这里谈发现,虽然都是打弹,但是都没穿到之前 没穿到的,我们是要用Close,做收市价 最后继续打下去,这里是Low High 你去到,说近期这个情况之下 仍然是Low High 你没穿到这个位和这个位,都没穿到30元 那我自己觉得是什么呢 短时间来说,其实这里可以看成一个双顶 双顶 一来它是一个下跌之余 我们中途的一些子的趋势 其实是一个双顶 双顶 如果再穿我刚才说的,在画这条线 就是说的就是23个半 你当它是这些位置 这个区间,这个区间 在这条线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应该再跌下去了 如果它就再跌下去的时候,又很简单了 又是拿回这个量度跌幅 拉下去 这又有机会双顶 双顶 就是会落到这个20个半 20个半 永远就是你先穿了,你穿了我就看它跌了 但是现时的确确都应该要看跌的,因为它整个下跌的力量是强一点的嘛 除非你打破到27元 这个位置 即是上就看27元,下就看20元 你要突破到27元 你才有权看上 才看转勢 没错,才看转勢 有机会转勢 否则,那我们应该不介入这些东西 因为它跌了,除非你做跌 是 David也说了,卡要忍一下 大家又继续看完今集之后 抓住一些高低的位置去看下 如何去再部署 再说多一只,1347 说了两只之后 就说我 今天准备好的 准备好的 好啊 我画成这样的 1347 整个故事 我们再看四个故事 它本身在上年9月的时候 升得超级漂亮 升升升升升升升 就是刚才那些 Low High那些 和Low Low 就是没穿过的 真的没穿过的 你看到去到那一刻都没穿过 然后中间这堆其实就 这样清晰一点 它跌了 跌到它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支大阳烛的起点 就是说开放的时候 就是你当它是整段 升势法力的点 的时候就看到支持 就跌停了 因为打了箱底 嗯 你会看到一些的 嗯 先拿这条线 这个trend 这个trend改变了 改变了 因为它打爆之前这些嘛 打爆前面这些顶 对不对 那就变成了下跌了 对不对 但是可不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幻想一下 它可以是 很像我们刚才那样 很美丽塞那样 你踩到它之前这些的前高 然后弹回上它的时候 就是uptrain 或者就是它可以 落落 打爆 是 再落 对不对 看它开哪边 对就是看开哪边 所以永远就是等 等 等到它去到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就是我知道的 整幅大图都是看胜 其实你应该要买胜的 但是现阶段它应该进入呢 其实我觉得不好 为什么呢 你不妨认回这些618位 为什么这么认为 没有所谓 都是没有 用错的工具 就是43元这些位 或者就是附近那些极区间 因为这里也有些上影线 顶住了 你顶住了 然后就跑上去 那你就懂得去想这些 1347 是的 现在其实你没有货的 我觉得就等 都是等它 因为最好就是 上去这条的 down trend的上面 这样去走更好 这样 都是要等一等 就是这些 再深一点的分析的想法 好吗 就是你看一图就可以了 那就一步一步来 大家就 是啊 接着 讲不讲多一只 我们再去看回你 今天准备了的股票 讲完最后一只 不是啊 2269 还是 等一下 你选吧 我选 你选吧 你选给我吧 就2269 好 其实是若名生物 好像是 若名 是啊 没错 若名生物 这幅图可以高深一点 一看就知道 超强的趋势 我们先拿走这堆 现阶段这堆 这里是超强的趋势 有整段下来的 嗯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如果你穿圈线的时候 就开始要害怕了 穿圈线 那我们看到这堆 其实有一个M字的 叫做双顶 是 双顶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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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到 其实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这些位置的时候 全部都正确的 就是跟接近 满足了我们的量度 跌幅 嗯 其实就开始跌停了 就开始由这个 本身的Initial Low 就变成一个High Low 是 现在打爆了 就变成一个High High 所以其实是有权看升 那跟图表的操作来说 其实跟刚才一样 已经去到阻力 其实应该是要回一回下去 那你就看看它回的情况 是怎样回 那如果它是落到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 嗯 DETECK 然后再踩上 那你就可以进入 也继续延续一个升的趋势 如果是这个方向 预测方向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 是的 那你也有权 是这样直接升上去 是吧 那没问题的 那这里不就叫做 有一个High Low High Low 和High High 是吧 那接着好了 但是 第二 悲观点的看法 它下来 上去 接着之后再打爆 再下 都可以 所以其实 都是没有得 有些 5050的 不是 有一些 夹点是未出现 一些夹点未出现 其实我都是偏向看升的 因为它支持这堆 全部都是升的 就是刚才都说过 大层级来说 如果你去到周线的角度 其实它是一个横行而已 它是一个横行而已 它有机会横行完再升 但是就变成了一个关键位 可不可以打爆这个106元 是的 这样 那如果没有货的朋友 因为这一只 它一直都被视为一只非常之强势的医药股 特别是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行业的龙头 当然你不用基本面 但基本面来看 它是一个非常之强势 值得长线投资的股份 如果没有货的时候 如何去看买入价值才是最好呢 如果在这个时势 其实看你是打效率 还是看价值的 其实价值 就像你所说的 就看能不能有一个 相对地来说 那个价值层面偏低的 Valeration 就去介入 但是当然了 我不是那些 就是我不是玩开那个学派 是的 我是知道那样东西 但是不代表我会这样做 那就变成了 如果大家是很认知这支 或者就是 它对这间公司很有信念的 那你就不妨去研究这些Valeration 但是如果不是的 因为说真的 我们一天看股票 其实可能 你不要看一百只 其实你二十只 你怎会熟二十只 二十间公司里面的背景 是的 其实可能 你认识一个SATA 已经很厉害了 是的 如果你二十间 然后要来自不同的SATA 我会不会觉得你是expert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 就要运用这些价格 就是说真的 你跌停了没有 跌到这个位置 和之前会不会有些 支持阻力的互换 的时候 那你就去部署 是的 那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会赢的 因为你最后就是 都要止洩的 你跌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那你跌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学会控制风险 你就是可能NASA 这里有没有 你跌穿这些钱币的时候 那你就立刻cut loss 就没问题的了 因为你已经控制了风险了 是的 这样 那其实无论你是短炒也好 又或者是长线投资的朋友 都可以用回图表的方法 来去找出一个相对是比较 即是合理的价格 直博率 直博的价格 直博率高的位置 等到它去那里才 那我才去投资 要不然我打效率 一看到突破的时候 我才会冲的了 这样就去买 但是其实你打效率 其实都有一些前设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强趋势 还是弱趋势 之后再说 它越来越兜越远 越来越深 好好好 那就说回今天 我们就去到现时一刻 时间就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就还没走着 因为还没说你准备了的 准备了几个 准备了几个 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 首先就说了这只昆仑能源 那就是怎么说呢 我在那个教授群里也有说到 是吗 因为昨天跌市 大家都知道是深虚的 这样就没说那么实 但是我们一向都说 可以炒股不炒市 尤其是这些不是大市的相关概念股 就是不是大市的成份股 不是很跟大市走的 没错 你见到可能是三月中的时候 是否大插了下去的 它是横行的 它是横行的 这些就变成了 根本就是反向 反向的操作 就是大市反而强 如果当市再弹上去的时候 通常来说 它都是有机会再上的 就是见基于 它在这个趋势的情况之下 昨天有一个突破点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可以 卖家务的位置 大家自己去想 自己去想 用回刚才那些方法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到它跌完一浪 然后又打high low high high 上回去 就是永远都是用这些方法 去选股买股 不会去想捞底 就是现在你暂时 不会告诉我们 这个隆隆能源的股 那个股票图应该是怎样看 不就看升 不就看上了 不就看上了 明白 明白 那到第二个 然后就是AIA 1299 那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强势股 你无可否认地是一个强势股 从2011年开始强势 强势到你 现在是一个强势股 就是算是一个 如果这样画 应该会画得好看一点 这样 就是强势股 不是说它是通道 但是是一个强势股 就是它的trend是向上的 不是向下的 那么好了 那去到时至今日 很明显地 93元这个位置 其实是打了几次的支持 近期还做了一个箱底 那你看到 但是它在一个大层级来说 它是跌不穿这个位置 93元 但是它的而且做了一个low high low high和low high 对不对 那么好了 这些形态如何去处理呢 等它突破 突破了这条线的时候 最好是价量突破 或者戴完竹地冲上去的时候 那么就去追 可以等回调 但是未必等到 那么跟着之后 你的量度的目标 你可以是去到这个$185元 嗯 因为其实好像Google那样 刚才Google的图 是这样的 都是开多个给大家看 忘记了那个美股 但除了股价升之外 其实都是要配合成交 那个额度够不够多都很重要 都是一个原因来的 但是不要说到那么深注 不要说到那么深注 刚才你说价量也要看 对不对 不要说到那么深注 我们一步一步来 始终是第一集 我们第二季第一集 你可以幻想一下 这些东西不是刚才那个 有点像Google的图 这个是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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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AIA 有点像AIA 对 有点像AIA AIA最近都是一个 一个横行的格局 我当时也在说 突破了 你不要跟我说 还没突破 就跟我冲进去 不要 就是差不多 对不对 是 是一些颜色 或者是竹身 大小有别 是 但是你那个的形态 整体形态是没有变 都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都是超强小股 都是超强小股 你看到AIA也是 超强小股 是 那不就等了 现在就等它突破 没错 突破就可以追了 一配合就可以追 试一下追了 那cut loss又放在前低 95元又可以 或者你想安全一点 play安全一点 是92元 都可以 那个risk and reward 都很高的 我相信 一配一点三 看这个cut loss大变 你想安全一点 还是不安全一点 是一样 这样 第二个就是1299 那第三个是什么 我忘记了 恒基的12号 多谢你 幸好你有冲下 有冲下12号 最后一只 最后一只港股 不搅这些线 然后之后 本身它也是一个强小股 这堆来说是一个强小股 以前来说就很弱弱的 对不对 不像刚才AIA AIA就真的不断突破 来施生高 是 或者google 但它不是 可能是一些疫情事件 或者其他原因 但是我们近期来说 它是一个强小的 它不是一个超强小 但是一个强小 然后之后 我们看到它本身的区间 这样打爆完再突破 这里稍后再降 是一些破底番来的 破底番 就是踢走散户离场 再上 我们看到这里的 横行的区间是一个支持 今天有点反应 终于支持向上 你再看回小时图来说 是双底 是双底 如果它再给你一支羊竹 那其实都可以嫁入 或者你今天偷步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支竹 已经告诉你 它应该会上升 但是升到多少呢 就要看缘分 看缘分 就是36元是第一关 或者就是37元 这样 就逐关逐关看 但是始终就没有一个速度 反应都给我们看 嗯 最多一只 其实想说一下美股的 但是美股其实就 高柱不升寒 高柱不升寒 如果大家拿回我刚才那些 high low和high high的概念 其实美股是长升的 它长期都high low和high high 除了这一段之外 除了这一段之外 就不断这样升升升升升 然后之后 但是会中间有回调 其实美股一回的时候 那波幅都可以很大的 所以通常去到这些历史新高的时候 我自己就偏向少一点入货 偏向少一点入货 就是要加一些条件 那我第一个条件就是 做一条这样的trend line出来 就是一条trend line 就是你看到这条trend line 在以前的时间段 尤其是十月开始来说 就是碰了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十一月 碰完之后 之后中间其实都是偏向 碰到它迷身的时候 然后就立刻下去了 你看到的嘛 就是这一对吧 好 然后之后现在 旗形突破了照片 这里其实都可以 按一些量度的升幅 其实在4100那里 我觉得已经满足了第一贯的了 嗯 不是叫你阻力立刻买跌 是因为那些阴阳族 未确认它会跌 但是升幅满足了 是不是真的还要这么贪心呢 自己想 第二就是你要预测 预测的时候 我都偏向 因为以前那些惯性 接近这些位置的时候就跌 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偏向看 要回一回先的 但是不代表它是大跌 不代表 不代表 可能是回完之后 它回踩下去这些支持位 就是说 3980 就是4000点 4000点 那些 可以再上的 可以再上的 可以再上一级 这样打上去 这个我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什么呢 它现在这个趋势太强劲了 它是打爆了上去 接着整个 搞得破了下来 这样下去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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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变成是见步行步 但是我自己这个仓位管理那里 我自己来说 就要减仓 就要减仓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永远风险先行的话 就是我最多miss了这段升浪 但是如果它真的跑下面这堆的时候 就是好像我下面第一个scenario来说 先查一下这个 风险先行的话 那我就避开了这个跌浪 避开了这个跌浪 那就是 这些想法 就是如果真的再追 我其实昨天都找不到什么东西 老实地说 美股那边 美股那边 是的 因为那些 刚才都看到Google的直上 直抽 90度 那你怎么追 那都可以 和大家看一只 叫做Ali 是的 那这间好像是做Virtual Bank 是的 那再和大家去分析 是的 但是它走一个 挺英俊 一级一级的格局 这样上 是的 昨天就当它直升突破了 这个位置 老实地说 其实不是很确实的 不是很确实的 但是如果要入都可以 都可以 那就只赚只赚 拉了给大家看 自己去判断 但是你问我 其实如果前面那段 已经赚了一堆 就是一个 一个 profit 就是我们说 突破你一下 每天说的 那你由这一度 就是说3910 那你升到上这 那都赚了200多点 其实指数方面 那么多的时候 那些过去了十多二十多 至少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就休息一下 休息都可以的 不做事 是不是 那你再等一些 再新一点 再漂亮一点的交易机会 的时候出现 你才去做 这样 是的 那今天就 时间差不多了 真的说了一个小时了 是啊 说了好 贴了好多股票给大家 那下个星期就再 保持住拔切 留意一下 究竟阿Rain 你这个星期贴的股票 究竟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达到你预期的 是的 希望可以 但是当然 你买股票 那怎么也不可能 预测到100% 就是在那个方向 最重要的是 风险管理 就非常之重要 是的 那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多谢Rain 跟我们说了很多 就是如何去看一些股票 如何去找它的阻力位 和支持位 那大家都可以 应该都可以 找一些不同的股票 就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真的可以去apply一下 又或者选几只股票 去看一段时间 看看大家 都能不能找到 那些支持阻力位 那如果都真的不明白的话 都可以在comment里面 告诉我们 没错 那我就会跟Rain 跟进一下 是的 也可以去一下Rain的IG 又或者TG Group 都可以找到 再问多些大家不明白的地方 那再重新提多一次 那新一季的缺战大数据 我们将会分开 星期二和星期四去播放 那星期二就会有Rain 而星期四就会有葉 就会和大家分享更多 有关于指数期权的操作 那今天就是这么多 好 下个星期二我们再见 辛苦了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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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